大家好,这里是福尚旧人,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露秋后我们盆栽花卉的养活 现在露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温度也慢慢的下降了 夏天温度过高,很多花卉都处于一个休眠期 现在降温了,那我们的植物也慢慢的都苏醒了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帮助它们爆发洪荒之力呢 第一点就是及时增加光照 夏天光照强度过强,我们怕植物的叶片被阳光灼伤 或者因高温而枯萎都会对它们进行一个遮光处理 这样会让我们植物失去一些光泽 而在这个时候给它增加光照,加强光合作用 会更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第二点就是保肥停止了 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就是养分了 就像我们能生长需要营养是一样的 没有养分,植物生长肯定不会好 但是很多花是这个时候刚刚度过休眠期 千万不能一下子用力过门 我们可以保肥停止 这样能让植物更好的吸收也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第三点就是减少浇水的次数和量了 夏季温度比较高 所以需要水量也就比较大了 但是对于秋天来说水分蒸发就会变慢了 那么我们需要减少浇水的量 或者是等我们的土壤干透了再浇 第四点就是换盆了 我们可以在植物的生长期给它们进行换盆 而且秋季凉爽 存活率相对较高 尤其是根系生长过快的植物 如果不换盆 那么生长的空间就会变得狭小 养分也不利于它的生长 以上就是有关于入秋后 盆栽花卉的养护注意思想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可以点击下方的关注按钮哦